上下這個就是今天第13節課啊 那我們今天要上的這個課齁 應該 大家會覺得蠻簡單的啦 就是因為它的邏輯很好理解 它是決策數 好 隨機申請我們等一下再講 好 這什麼意思咧 就是 這個 呃 我們現在之前學的都是一堆統計方法 就不容易了解 就是 我們雖然說能夠想像 就是他們是線性關係啊什麼 但是畢竟都是數學士嘛 對不對 所以不好處理 那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之前被人家發明出來的 是決策數啊 那這決策數是怎麼做的咧 大家可以先看下面這裡 就是 它的這個邏輯是 如果一個 就是 我們要決定一件事情的時候 是我們先把人往第一個節點丟 這種東西我們叫做節點 在決策數裡面叫做節點 那如果總是 對於一個問題來講 你總是可以把這個 把人分成兩類 那決策數有時候可以有三個節點啊 或是四個以上的節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是 你總是能夠用一個 variable 或是幾個 variable 把這個病人 把這個東西的狀況把它分成好幾類 這這樣子的一個流程啊 這樣的流程就是 呃很常用在醫學上面 你們 現在是大一啊 所以沒有辦法想像 就是以後你們會多常用到這樣的東西啊 以後你們要 下那個什麼就是 什麼 你要診斷病人的時候 基本上都在看類似這種東西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數啊 它有什麼好處啊 那你仔細看一下喔 就是假設你現在有X1X2 你現在有X1跟X2 它們兩個都連續變相 然後你現在想要找出 一個規則邏輯 然後把 這邊所有的 空間做一個分類 那你看最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會下一個決策數 就是X1大於T的話 就進入這裡 如果沒有的話 就變成A 好這樣都 欸不是X1大於T就變A啦 說錯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結果你看到 看到怎麼樣呢 這個圖下來 經過這條線之後 它這邊是不是被割了一個 T1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樣本是不是被我分成兩個空間了 因為我第一條 第一條線是X1大於T1嘛 對不對 所以 樣本是不是被我分成兩個空間 好那接著 這一組它就是A了 所以我就不管它了 可是 對於剩下這一組來講 我還要test它X2 是否小於T2 那所以這一組是不是被我定義成B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這兩組我還不確定嘛 我們再看一次 它又再用了一次X1 所以 這一組被分成C 這一組被分成D 好所以大家 你看 透過決策數 其實總共只有兩個Variable 就X1跟X2 可是透過決策數 我們把它分割成了四個空間 對不對 而且這四個空間 這四個空間它彼此 首先它不是線性分割嘛 跟我們上個禮拜看到的 用邏輯思維規做出來的線性分割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對不對 至少它出現鋸齒狀了 對吧 它出現鋸齒狀 那 第二個是 就是 同一個Variable 它其實是可以反覆運用的喔 就是 你有沒有看到X1 它被用了兩次 X1被用了兩次 所以 它很容易很輕易的可以做出 就是 C是 這個 C是有病的人 A也是有病的人 D是沒有病的人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是不是在面對那種 呃 就是 譬如說 中間有 中間有東西 然後外面沒有東西 很難把它割出來 或者我上禮拜展示 我用賽函數在 這個 生成這個 這個 樣本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要用那個 呃 就是你要用那個 多層感知機 你要用到上百個神經元 才會幫它把它割開 然後畫出一條很漂亮的線 對不對 然後數學很複雜 但是 角色術是不是 看起來非常簡單 這樣可以了解吧 而且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數畫出來以後 它非常的有 就是 非常的有可操作性 就是 你換一個 就是換一個小朋友來 他也都看得懂 都有辦法去操作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呃 這個是 去比較不同的 分割邊界 到底 決策術跟 邏輯思惠規的差別是什麼 你看 這個就是 邏輯思惠規的 分割邊界 對不對 它一定是一條線 只是斜的 還是直的 差別就這樣而已 那 決策術的分割邊界 就會長成像這個樣子 如果說 它這個意思是說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意思是什麼 假設真實樣本 這個 綠色跟黃色是真實樣本的意思 這樣懂我意思嗎 假設真實樣本是線性可分割的 邏輯思惠規當然可以做得非常好 對吧 那 但是 決策術會怎麼處理它呢 決策術就會這樣畫邊界 好 雖然解析度不高 就是 它是線性可分割二 可是 雖然決策術能夠畫出來的邊界解析度不高 相當於解析度不高 它有一些地方分錯了 它是鋸齒狀 它用鋸齒狀 因為它只能夠產生鋸齒狀的邊界 所以如果對於一個斜線 它想要模仿的話 它只能夠用鋸齒狀的方式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解析度不高 可是它是有辦法做的對不對 好 可是 換個想法 如果你今天的東西是一個 本來就是鋸齒狀的邊界 決策術可以做得很好 而邏輯思惠規 它 線性它沒有辦法去 模仿那個鋸齒狀的邊界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 這邊想要說的是 這個決策術啊 它的 分割邊界是有一點鋸齒狀的 這一次它的優勢也是它的限制喔 優勢就是 它很自由嘛 對不對 限制就是它解析度不太好 等一下怎麼解決解析度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到底我們要怎麼做 好 這邊 我們來給大家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決策術座的邏輯好了 我們先來假設一個Sample 我們先 等一下 開錯地方了 好 我們現在看著喔 我們現在假設 我們現在有一筆資料 是這個 這個我們之前用過了 這是這個 花瓣花二的這個 長度寬度 然後跟這個 它的花是哪一種 這份資料我們之前用過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如果想要畫決策術 大家想一下 我們現在如果想要畫決策術 第一個找到的Variable是什麼 你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 有沒有人要回答這個問題的 我們要怎麼找到第一個Variable 第一條線我們要怎麼找 大家覺得這四個Variable要用哪一個 或者這四個Variable 你沒有辦法決定要用哪一個 因為你對 你對要分類這個花 要用哪一個Variable 你一定是不知道的 對不對 你覺得那個選到了Variable 應該要有什麼條件 大家有沒有人要回答 有沒有人要講一下 沒有 影響力很大 影響力很大 很好啊 加一分啊 影響力怎麼評估 影響力怎麼評估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喔 你說就是 可能什麼 什麼 你先用什麼 這是一個多分類的嘛 對不對 你可能先用一個什麼方法去 算一下 算個參數出來嘛 是不是 蛤 用什麼 用那個包辦的算數 就是那個 就是 0.2 0.2 0.2 0.4 反正就是 把這兩個做correlation嘛 這樣子 至於怎麼做 至於怎麼做現在不知道 但是總是有些方法嘛 是不是 好沒關係啦 加一分啦好不好 欸你加0.5 好啦可以吧 等一下自己跟助教講 好那 我 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怎麼做好了啦 就是你們現在 對他有困難 但是邏輯上沒有想錯 我們可以用一個東西 叫卡方檢定去找 有沒有學過卡方檢定嗎 有 學過卡方檢定 那 可是卡方檢定 是 類別變相對類別變相 對不對 你們有學過卡方檢定 你們一定知道 這是類別變相對類別變相 可是這是連續變相啊怎麼辦 為什麼我說要用卡方檢定 他明明就連續變相啊 為什麼我說要卡方檢定 因為 你看決策術 他無論如何 他就是得找個切點 對不對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決策術 你如果要運行下去的話 他是一定得找個切點 所以 這個variable 他注定會被變成類別變相 就算他本來是連續 他也要找個切點 讓他變成類別變相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啊 我可以找每一個切點的 然後做分類 然後拿來做卡方檢定 然後找出最 具有最 呃 這個顯著水準最高的一個切點 然後來代表他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記不記得我之前在講那個 RC curve的時候 他是不是也是這樣做的 每一個切點我都找 然後找出他畫出他的敏感度跟特異度的這個 這個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怎麼做咧 這個你當然要用回圈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如果把他全部做完的話 我就是對每個切點 每一個 每一個variable 都找一個最佳的切點 然後把他的pvalue給他列出來 你會發現 這個 這個花二長度 他最小的pvalue是10的-15次方 切點是5.55 以此類推下去 那你會發現這兩個一樣好對吧 這兩個一樣好 可以接受吧 這兩個一樣好 那他的 切點分別是2.45跟0.8 所以第一個variable 我用他或用他都可以 用這兩個都可以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已經了解這件事了之後 我們用套件來做做看 套件用party這個套件 那我們直接把data放進去 然後這邊用點 然後所有的sample都要用 然後我去預測他 花瓣 我們來看一下 好你看他第一個variable用什麼 他第一個variable用 這個是花瓣 花瓣的長度 是不是跟我們選的一樣 只是切點不太一樣 對吧 可是大家 大家要小心喔 這個切點看起來是不一樣 其實是同一個喔 因為如果你把 這個sample的 你把它列出來的話 我們把它sort起來 就是你把所有的數字 sort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 1.9到3.0之間 完全沒有任何數字啊 所以 他要放 這邊我們是用 2.45還是1.9 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我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大家 有透過我的解說 你有更了解決策數是什麼意思嗎 決策數就是 就是 我先 找出 最顯著的那個切點 然後 最重要variable 最顯著的切點 然後把樣本分開之後 接著 剩下有兩個sum sample 對不對 我在sumple裡面 再繼續找 一直找一直找 找下去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都是 找的邏輯都是 找最顯著的 variable 然後跟最顯著的 這個cut point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然後我們可以很輕鬆的 透過套件 把圖給他畫出來 這個是 我們把 剛剛的分析邏輯把它畫出來 你可以在右邊看到 如果想要分類 這三種花的話 你可以先用花瓣的長度 再用花瓣的寬度 然後結果 你就可以分得很好 這是不是分得很好 就是 剩下這32個 sample 那幾乎百分之百 幾乎百分之百 都是這個 都是對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裡 也是幾乎百分之百 都是第二類 幾乎百分之百 都是第三類 這樣配齁 好 我們拿來做預測的話 也非常簡單 就直接用predict函數 就可以直接做了 那做出來的結果 你會發現 它的performance 真的看起來是不錯 你看這個方法 是不是非常簡單啊 這方法沒有什麼數學喔 但是這方法非常簡單 對不對 那效果好不好 效果也蠻不錯的 不過這個data簡單啊 這個data 這個data 那個就是 呃 就是 這個分類 這個花的種類 這個data 是不是一個比較簡單的data 好 可是決測數這樣你應該學會了吧 好 那我們現在用 我們自己當初的資料來做的話 你會發現 欸 其實這個 決測數喔 欸 他來做這種 比較 data的分類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那一個 ECG的那個data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咧 我們想要預測 甲離子的濃度 然後我們用Rate跟Edge喔 然後我們直接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太 這個太多了 我們不想看 我們來看這裡好不好 首先 先看你的Edge 是否大於70歲 小魚的話就丟左邊 大魚的話就丟右邊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雖然我用Rate跟Edge 我同時用Rate跟Edge 但是他 完全都是用Edge來分割 對不對 而且 其實看起來好像我的數長得很複雜 實際上他就是把樣本分成 38歲以下 38到57歲 57到70歲 70歲到83歲 83歲以上 對吧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他是不是就做了 他是不是就對於每一個不同的年齡區間 都給出了一個 假離子濃度的估計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 這個特性很重要喔 我們大概在幾節課以前 大概我記得是第九課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說過 你的X跟Y 那個時候是存活 就是死亡率 我記得是Rate跟死亡率吧 我們說他是不是非線性關係 就是Rate很低的時候 這個人也快死了 這個快死人心跳都跳不快 對不對 Rate很高的時候 這快死人心跳有時候也會跳很快 所以他們是一個 曲線關係 對不對 那你用線性 線性的這個 就是 模型 你要去FIT曲線關係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交了一個 奇怪怪的東西 對不對 沒有交得很仔細 但是說那個東西可以 拿來做非線性關係的預測 對吧 然後我們還要把圖畫出來 不確定你們還沒印象 欸你們發現決策術也可以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欸這是不是 把它割成不同小塊 我就可以從小到大都可以啦 有聽懂我意思嗎 好那這 這是做連續變強 這是做二元分類的 拿多分類 那他還可以做存活分析喔 這存活分析這裡 我們來示範一下 這些語法我就不貼了 但是我來示範一下 我故意只用Rate 我故意只用Rate 我不要用Edge 我不要用Edge 我故意只用Rate 大家看一下 欸結果 它分割出來的效果 它分割出來的效果還是照順序的 這個最不會死 這個第二 這個第三 這個最容易死 它分割出來的效果還是照順序的 因為可能小於某一個數字的人可能很少 所以他可能沒有辦法割得那麼好 好那 反正大家都知道說 這一個決策數啊 它可以 它的這個運行邏輯你應該清楚了吧 然後 你要怎麼去做使用 你就是先用C3這個函數 去把這個model建立出來 然後用Predict 你就可以拿來做預測了嘛 對不對 這跟之前很像 好那 呃 決策數啊 有很多參數啊 調整 有什麼參數咧 來 第一個 顯著水準 也就是 怎麼樣你願意把它分割 這邊是不是有個PValue PValue是多少你願意去分割它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不能說 找出最顯著的那個 我就要分割啊 有時候最顯著的那個 可能也不夠P值也不夠0.8 0.8很顯著嗎 也不是很顯著嘛 對不對 所以 你要定一個 呃 多顯著我 才要願意分割它 好 第二個是 最大數的深度 欸你到底要 下去幾層 你要下去幾層 你要 你要這麼多層嗎 這看起來是不是很多層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要那麼多層嗎 那你分割完了之後 你每一個Subcept 這一個 它的最小樣本要多少 最小樣本是在這裡 那 你 這一個樣本 如果大於多少 才要考慮繼續分類 就是 假如你這個樣本 它大於20個 我才要繼續分類 那分類完了之後 最小 一個Sub Sample 至少要有7個Sample 你可以設置這樣的參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說 這裡 你就可以有這四個參數可以調 那當然 這個參數也許你會覺得不是那麼重要 你不想調它 對不對 但是其他的是可以調的喔 最大深度 然後一個Sample 最多有 就一個 你要有多少Sample 才要往下 繼續分 然後 每次分下去 最小要有多少Sample 這邊數字可以調喔 那可以調參數 它是不是就 你是不是就可以做實驗 去看哪一組參數 對你的預測結果最好 好 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做練習了 練習很簡單啊 你要做LVD的這個預測 那你要用你所有的Variable 去做LVD的預測 可是 欸 希望你可以 你既然用所有Variable 你一定要先要去那個做那個就是 插補法 你才把所有的Sample的那個 數值都 補回來 好那接著 你就必須要 你就必須要這個喔 你就必須要去調這些參數 看看它的Performance 怎麼樣 好不好 那 今天就是因為花了一些時間 給大家在選課啦 好不好 那 我們給大家15分鐘的時間 稍微 看一下 然後貼一下後面的語法 那就 不用自己做出來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有點時間 不太夠 好 各位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啊 這個 如果你直接貼範例的話 你可以看到 我一般來講 要調參數的時候 都是怎麼調的 我一定先產生一個result 對吧 那這個result 裡面就有我想要用的參數 覺得來說 我現在就只調 淺度水準跟 數的最大深度 你想要調哪個參數 是你可以決定的喔 你可以先建一個table 然後 有這個 有適當的參數這樣 好 那接著 我就可以把每一個參數 依序填進去 然後 用在validation data裡面 看看哪一組參數 Performance最高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做完以後 賺了以後 我應該會發現 這個 最高的應該是在 這幾個都差不多 對吧 這幾個都差不多 但是至少比這個好 所以 我應該就用最好的那一組 那 那最好的那一組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 那個best tree model 那這個best tree model 拿來畫rc curve 你可以看到 我畫出來大概一個0.7這個數字 這數字好像比之前稍差對不對 就決策術 我們剛剛前面吹了半天 說這方法很棒 對不對 又容易解釋 然後又 雖然解析度不太好 但是 呃 可以同時用在 非線性跟線性的東西上面 結果最後 Performance好像還比較差 所以說 這方法看起來是有點問題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到底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好 那注意一件事啊 就是除了套件Party以外 Party 我跟大家講一下喔 就決定決策術 它怎麼分類的這個邏輯啊 有很多種 有時候 反正 呃 像我們剛剛說 我們用卡方檢定對吧 那 但是 大家 應該也想得出來 其實就是 你只要有一個 係數 可以去決定 分類的 就是分類的這個成功與否 就可以了 所以有非常多這樣的參數 被發展出來 所以我跟大家講 其實 呃 就是 那個決策術有非常非常多種變形 不是只有一種 Party所提供的叫條件推理術 那 rpart所提供的是這個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那 這樣的一個模型啊 欸 你可以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這個rpart 這個 這個package 然後直接把這個model給畫出來 假如說他畫畫的這個數 畫畫的這個數 欸 其實從某種程度來看也還蠻漂亮的 這樣 懂我意思嗎 所以 你要用哪一個 哪一個package都可以 不見得要用那個 然後他們結果也都不太一樣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不一介紹了 反正這個原理差不多 那用起來差不多 所以我就不介紹了 好那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決策術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也就是前面講他的限制解析度不夠 對於一個 真實是可以線性分割的一個狀況來講 他的解析度不夠嘛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解決這個解析度不夠的問題啊 我們把解析度不夠的問題 把它想成切點問題 什麼叫切點問題呢 就是我問大家 這個決策術的邏輯就是 最開始他總是要決定一個切點 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找一群病人 我們先看他的血壓 那血壓超過140的 這個叫High Risk 血壓低於139的就叫Low Risk 唉呦 為什麼要用140這個切點啊 這139跟141真的有差那麼多嗎 就我們同意150跟這個130差很多啦 可是139跟141差距有那麼大嗎 可能沒有差那麼多對不對 可是 今天決策術不管他選擇哪一個切點 他總是不可避免的把那個切點附近的那兩個 明明就沒有差很多的數據 然後被強硬的分割到兩group 你們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啊 唉就是我希望切點不要這麼的絕對 可是決策術的先天限制啊 決策術總是要找個切點下去嘛對不對 好一個解決方法是 這個解決方法沒有人跟你們講的很難想到啦 這個解決方法叫隨機森林 隨機森林是什麼意思 決策術 術到森林的意思 森林是什麼 有很多棵樹嘛 我現在不是在跟你們萬聞生意啊 是這個 這個名字就是 這個名字就是 因為有很多樹 所以人家取這個名字的 好不好 不是在跟你們講說這個 這個 我沒有在萬聞生意啊 這樣可以喔 好 那 這個 決策術它的主要問題 就是 你的Sample啊 你每一個Sample總是只有一個最佳切點 對不對 那一個 你不想要讓切點這麼絕對 你就是希望有很多個Sample 假設你每次把你的Sample抽出一小部分 然後來做一顆決策術 這樣你很有可能這個血壓的切點就被 在這個Sample就是138 在另外一個Sample就是142 在下一個Sample就是141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你就好多數有不同的切點 那你可以把 某一個Sample 的決定的某一個 切點當作是一個局部集值 去幫助你理解 也就是說 你做了某一個 你抽了某一個Sample下來 你本質上 他所決定的那個切點 就是這個Sample的局部集值 那這一個Sample 他一定會有一些 他的Arrow 那你的那個切點 一定是去FIT他的Arrow 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所以說 我要怎麼解決咧 我就把我的Sample 我只要說 我現在手上有1000個Sample 我先抽出700個 然後這700個產生一個Tree 1 再丟回去 然後再抽700個上來 這前面700個後面700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再出現一個Tree 2 那我就可以產生100顆小樹 對吧 這個 這個方法很特別 這個方法叫 在原始樣本中 隨機抽樣 的方式 這個在機器學習領域裡面 叫Bagging 這是我們第一次遇到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不只適用於決策術 你如果用ElectricNet 想要做Bagging也可以 你可以自己抽啊 你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ElectricNet你用很熟啦 你想要在ElectricNet裡面用Bagging也可以啊 或是你想要在 那個 就是上一節課我們教的 神經網路裡面用Bagging也可以 也就是說你原來有3000個樣本 你就隨機的抽 你就隨機的把它抽成 很多個2000 100個2000樣本 那你做100個 神經網路 那你把這100個神經網路的結果 把它平均 這個方法就叫Bagging 所以以後你們聽到Bagging這個字啊 你要知道是什麼意思啊 那Bagging在統計學有另外一個說法 叫Boost Trapping 這兩個字喔 我們都不要去翻譯了啦 翻譯是沒有意義的 翻譯這個東西叫拔學啊 反正翻了你也聽不懂啊 對不對 所以就不要翻譯了 我們就直接用了 那 好 所以看懂它的邏輯了吧 我產生很多個樹 那對每個樹來講 一個Sample丟進來 有些 他們每個樹看起來都長一樣 可是因為每個樹的切點不太一樣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Sample 它可能在這個樹 它是被丟到這個 它這個樹被丟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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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就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換個講法 我們有沒有解決剛剛那個問題 對於一個Sample 139 寫壓139這個Sample來講 如果你只給它一棵樹 它要嘛就被切成positive 要嘛就被切成negative 對吧 可是 如果你現在有很多棵樹 對於這種Borderline 那是不是對於不同樹 它因為它的不同的Random Error 它選擇的切點可能就不一樣 有時候選137 有時候選138 有時候選139 有時候選140 以此類推 所以139這個數值 是不是就有可能被 4顆樹切成positive 6顆樹切成negative 所以它輸出的機率是0.4 那對於141來講 它輸出的機率搞不好就是0.6 是不是就有一個程度上的差別 而不是很強硬的說 欸這個就是group1 這個就group2 這樣 好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隨機森林 是讓這個 讓這個就是決策數解析度變高的關鍵 好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追機森林好了 而且在試之前 我們就是要用我們的C tree 好注意喔 我現在就用剛剛的最佳參數 0.95 0.4 然後我做什麼事勒 我做10次 我每一次真的是抽70%的樣本上來喔 這跟我剛剛的練習題是完全一樣的喔 我每一次就抽70%的樣本上來 然後做一個subtree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tree model的list 所以我總共有10棵樹喔 我總共有10棵樹喔 好這邊 我這邊有第一棵 我們現在來看第一棵樹是什麼 我們把它畫出來好了 第一棵樹 它先用rat 小於95 跟大於95來切 第二棵樹 它先用別的sample 它還不用rat 而且rat的切點在這裡變85對不對 第三棵樹呢 第三棵樹它rat用86 是不是每一棵樹 它的切法都不太一樣 好那我們每一棵樹切法都不太一樣 結果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這10棵樹的sample把它平均起來 注意喔 我在這裡就是我把 每做一次我就是用一棵新的樹去predict predict完之後啊 我給一個y 然後我y除以10 然後加到本來的data裡面 所以我最後就是他們的平均嘛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欸你拿來做area under curve 你會發現非常的驚訝喔 它performance上升了對不對 而且這一看就覺得解析度變高了對不對 所以隨機森林是不是很神奇啊 我隨機森林它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技巧喔 我只是把sample每一次抽一個subsample進來 然後subsample就丟去決策樹 那個決策樹跟我剛剛用的決策樹是完全一樣的 沒有什麼數學上很了不起的變化 所以隨機森林比起決策樹的成功 本質上就是begging很厲害對不對 好你現在已經記住begging很厲害囉 記住begging很厲害 所以說 我們如果今天想要 做一個好的預測模型 你不要執著於說 你就用某一個算法 你要選出最佳的那個算法 你可以 把subsample抽很多出來 然後全部丟到那個 那個predict function裡面 那它是不是有好幾組不同的參數 那你把結果平均起來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在做期末作業的時候 你的training sample可能有5萬個對不對 你可以抽成很多個4萬 100個4萬 然後做不同的model把它平均起來 model performance 照道理來講會提升啊 你可以因為你現在已經輕眼看到了 對不對 我把它弄成10顆樹 它performance就有顯著的提升啊 好當然啦 如果你要做random forest 它是有套件可以做的啦 這邊我們很輕易的就可以弄出50棵樹啊 就你如果用random forest 這個套件 樹的樹木 對你來講就是一個參數 好 我們什麼東西都不改 我們只是把training sample training y 然後拿來做random forest 50棵樹我們來看performance會提升多少 它會變0.78 你可以想像從0.7變0.78 performance的提升有多麼的誇張嗎 0.78這個數字是我們得到目前為止最高的數字吧 好像是喔 我記得我們在elex connector 我們調參數調了半天 欸我們調參數調了半天 elex connector最佳performance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記得我們最後 elex connector是最佳performance 對不對 欸這是 這是 這個是 Cox的 喔這是Cox的 喔呀真的可惜 因為他 因為random forest不能用survival 的predictor 所以我 沒有去展示 這個 二元分類的任務 可是你可以去試一下 random forest的效果 比 那個elex connector好 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那主要原因 不是 tree model很強 tree model其實很弱 你們前面有看到 tree model 一棵樹其實很爛 這個方法其實不好 好的是begin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begin這個技巧 不只可以用來 tree model上喔 好那我們可不可以試一下 請你試一下 不同組參數吧 欸 begin最大 你需要調整的參數 有什麼 begin最大的 需要調整的參數就是 你需不需要 這個你的subsample 到底要幾個 這是begin最大的一個 就是 參數 你今天手上有 一萬個樣本 你到底是要每次抽五千個上來 還是每次抽 六千個上來 還是每次抽七千個上來 這個 你應該要 這個應該要調整 好然後 我們先給大家做實驗 做完實驗之後 練習的時候 我會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先跟大家劇透 等一下我希望大家可以舉手回答 就是 請問一下 sample 大 就是你的subsample 大跟小 分別有什麼好處跟壞處 你可以直接去google也可以 但是 你要找出一個 有說服力的回答 好不好 你現在在做begin begin的sample 小 就是不管原始樣本已經固定了 原始樣本有1萬就1萬 有1000就1000 可是你每次只抽20%的sample 跟每次抽80%的sample 那20%有什麼好處壞處 80%有什麼好處壞處 我希望你可以思考這個問題 好那我們把時間給你 好那 那個 我們如果要調那個就是 random forest的參數 一樣 先產生一個result 然後就 把能夠調的參數把它放進去依序調 那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喔 就是 呃 我們這邊random forest 用的number of trees 是50嘛 對不對 呃 我只是為了運算速度稍微快一點 實際上 你在做的時候 呃 幾乎沒有人數少於500 就是一般來講 那個 數的數目大概都是500到1000 甚至2000都是很常見的事啦 那超過1000以後大概效率不高啦 就是 就是 呃你在增加數 其實這個解析度也不會高多少 1000其實已經很多了 好 而且通常你可以這麼想嘛 就是我們通常 呃小數點後 3位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所以說大概1000就可以接受了 好 那我們如果我們把最好的模型啊 用在測試組中 你會發現他的performance應該會好非常非常多啦 這個我們就不展示了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展示的 另外一件事情是 你去發現決測數啊 他第一個選到的變相是不是最重要的 你們同意這件事吧 那第二個選到的變相咧 他可能是第二重要的對不對 依此類推下去 所以決測數啊 他是不是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好處 就是拿來篩選重要的變相 那如果你覺得決測數 拿來篩選重要的變相這件事情 呃 因為他有一些缺點嘛 就是 有時候其實A跟B這兩個變相其實差距不大 有時候 就是舉例來說你看前面這裡 前面這裡我們前面三顆數 第一個選到的rate對吧 第二個選到的是什麼 這個 T T wave 的這個軸向 第三個有選到的rate 所以rate 最重要的大概毫無疑問啊 可是 這個 T的這個軸向你看這第一顆樹 他沒有完全沒有被選到 這顆樹 他有被選到 對吧 所以 呃 這個rate 很重要 這個無庸置疑啊 但是如果你只看某一棵樹 你會不會發現 你可 欸好像 欸如果好像你只看這棵樹 你剛好看到這棵樹 你會發現rate好像沒有這個 T的軸向這麼重要對吧 所以說 呃 比較好的做法是 我們用random forest 把每一棵樹的排名 把它列出來 聽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每一個variable 它平均的排名是多少 好所以說我們的random forest 可以拿來做這件事情喔 你可以用 Values 這個 參數 來做一個 這個 變向中央性的排序 欸等一下 best tree model 我還沒training啊 好我們先training好了 你可以拿來做變向中央性的排序 use count就是 它被用了幾次 那你會發現 這個t的軸向反而被用最多次啊 結果你看到了吧 我們誤以為最重要的變向rate 它其實並不是在所有數裡面 一致認為它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反而是這個t的軸向 以此類推下去 你會發現前幾項用的非常非常多對不對 後面用的反而又比較少了 好 那這個 呃我們其實 可以拿到每顆樹的使用狀況 這個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count table 長的什麼樣子啊 來這是第一顆樹 它edge用了四次 然後這個t的軸向用了兩次 你看每一顆樹的排名其實不太一樣對不對 第二顆樹 它gender就沒有用到 那在這顆樹 它gender甚至用了三次啊 所以 你應該會發現其實 sample的變異其實很大 喔對對對 來來來來 我剛剛忘了問那個問題 來有沒有人要回答 怎麼沒有人提醒我這個問題呢 來 有沒有人要回答 sample到底用小還用大比較好 然後我們可以 參考前面的結果 哪一個優缺點是什麼嘛 來看一下好不好 sample用 sample用比較少 跟用比較大 優缺點分別是什麼 有沒有人要講他 有沒有人要講啊 如果 沒有人要講 大家不要看 不要看著結果說話 有時候結果只是剛好而已對不對 好 來來請講 來來請講 sample才講的話 要 點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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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覺得sample小不好 不要太誠 但 點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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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所以你覺得 沒關係還是可以加一分好不好 所以 我剛剛summarize一下 這個同學的說法 就是 sample小 如果你運算能力 不太夠的話 做sample小 比較好 但是 小的話 其實是有一些缺點 就是 他 這個 不容易顯著 對不對 那 所以你會覺得 sample大performance 會比較好嗎 對不對 好 有沒有人有其他不同意見的啊 來請講 就是 如果sample太小的話 他不一定可以 完全反應過去的那個 那個 變相線 就是如果 sample太小 嗯 然後 但是如果sample太大的話 就是 那就可能 這個 這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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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很好 這個也值得再加一分 我來翻例一下他在講什麼 他在最後 他最後講的那個事情很關鍵喔 就是 如果sample太大 就來說你每一次抽上來幾乎都是百分之百的樣本 百分之九十九的樣本好了 那你跟補群的那個樣本有什麼不一樣 完全一樣嘛 那你每顆樹不是都長一樣嗎 這樣你是不是就失去了random forest的意義了 你本來希望每一顆樹長的是不太一樣的啊 對不對 有沒有人要順著這個問題 把小sample的優點講出來的 小sample優點都還沒有人講到啊 還有沒有人要講 還有沒有人要講 什麼 就都不一樣 比較會不一樣 然後平均就這樣子 比較會不一樣 平均會比較有意義 所以 所以 平均會比較不一樣 那就是 就是那個 樹會差很多嘛 對不對 啊樹差很多有什麼好處 就是 避免一分為二 避免一分為二 對 好 好 沒關係都 我覺得 我覺得講的不太好 可是 我覺得這個題目有點難 小sample優點不容易想到 你們還記不記得上捷克 我們教了一個東西叫overfitting 好 overfitting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在training sample裡面 你割得非常好 對吧 我們 上捷克用多層感知機的時候 我們在training sample performance 其實是非常好的對不對 那doll validation為什麼會狂降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把誤差考慮進去了 對吧 那什麼樣的狀況下會把誤差考慮進去 其實你只用一個sample就很容易把誤差考慮進去 那怎麼樣才可以把真理顯現出來 把雜訊給去掉 你sample 你給他一些 隨機的noise 讓他不要去 你的隨機的noise的程度 如果是10%的話 你就可以把 這個以下的noise給他去掉 換個講法好了 就是大家來看oversampling那個 我們這樣看的圖大家會比較容易了解 好這是oversampling的圖對吧 黑線 黑線比 綠線 如果你在training sample的時候 你強迫他畫出黑線 是不是強迫他要接受一些誤差 怎麼樣可以讓他接受誤差 你人為的製造誤差給他 他就會接受誤差 我覺得他們常常overlap 他就會畫出一條比較smooth的邊界線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小sample的優點 其實就是在防止過度擬核 這個比較難 就是你們要想到這件事比較難 那你其實同理也是一樣 那個什麼local maximum這些 其實都是在過度擬核的一種表述 你說你把你完全不抽數 就是你完全用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sample 那他是不是完全沒有變異 完全沒有變異的話 該困住的局部極值還是會困住他 那sample小就是增加變異 增加變異其實就是希望 他不要切的這麼絕對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這個sample大跟小 其實各有各的好處 有時候不見得大或小 哪一個比較好 真的是要嘗試 不然你們以後 永遠都用百分之百的sample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用隨機産零 好那這件事情 我希望我剛剛的講解 可以給你們一些啟發 就說這些參數 有時候真的不是像你想的那樣子 大就比較好 小就比較不好 這樣子 好那你可以把這個 變相的重要性把它畫出來 好這樣我們可以把變相的重要性給畫出來 這樣你是不是很容易可以篩選變相 所以我跟大家講這個很重要 有時候像我們的sample 包括我們未來在期末作業的那個sample 你們的帳號都已經開好了 你們所有人的帳號都已經開好了 應該都是學號帳號密碼吧 是不是 劉河是不是啊 好那就是 你們用你們的學號 當帳號跟密碼 你們就可以進去了 然後把 把data下載下來 然後可以嘗試了好不好 那 我們的sample 畢竟variable不多 我們的variable大概就只有五六十個吧 對不對 全部一起丟進model裡面 大概都還撐得下 好可是如果你們未來 你們遇到data的那個variable 是有數千個的 也許你們就需要用random forest的預先篩選變相 然後才能夠拿來用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這樣看出來 他是說你可以篩 主要說我要用 reason26以前的 variable 你可能會覺得他們比較重要 剩下後面的其實就已經不太重要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甚至他還有一個叫partial plot partial plot 是什麼東西呢 你可以去看edge跟alcon的關係 你會發現 他是一個很奇怪的w型關係 今天alcon是lvd對吧 為什麼lvd 你看 為什麼lvd的機率會在50歲的這些人 機率特別低 這可能 有時候你也找不到什麼合理的解釋 但是sample就是這樣呈現 好那t的軸向 這個也是一個 U型的 一個關聯性 這樣可以吧 好 那rate呢 這比較線性 rate越高就越容易lvd 這大概蠻合理的 好 好 那些圖 只是要告訴你 輔助你未來 如果你想要知道x跟y的關係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些工具 去知道他們的關聯性是怎麼樣 好那我現在要 跟你們講一個 train base model的一個最重要的困難 來就是 大家看一下 大家覺得 大家覺得這個 紅點跟 綠點 是不是很容易的可以畫成 這樣子把它切開 這裡都是紅的 對吧 這裡都是綠的 對不對 這裡都是紅的 這裡都是綠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紅點跟綠點 照道理是可以切開的 對不對 可是 如果你用 train model的話 假如說你用決策術 你會發現 它完全割不出來 為什麼割不出來 為什麼割不出來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割不出來 因為對於任何一個切點來講 你現在 這個variable 任何一個 找任何一個切點 你看喔 你現在這樣找下去 3 47 47 任何一個切點 它剛剛好都是 它剛剛好都是 平均的喔 都是平衡的 我們如果不把Sample加Noise 這個看的會更明顯 好 你現在想 所有的Sample剛好就是四個點 總共就只有四個Sample 你這樣切 是不是 你這樣 你這樣 你這樣切的時候 是不是 一綠一紅比上一綠一紅 所以沒有任何意義對不對 所以乍看之下 這兩個variable 都沒有任何意義 他們兩個要合在一起看的時候 才有意義 你們聽懂我意思嗎 你們今天要做X1 你們要看X1有沒有意義的時候 你們不能夠開了上帝視角 直接看X1跟X2合在一起 他可以把它分開好不好 你們一定是看X1的某一個切點 因為他的左邊是幾綠幾紅 右邊是幾綠幾紅 右邊是幾綠幾紅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你會發現他的左邊是一綠一紅 右邊是一綠一紅 所以 沒有分辨能力 一樣喔 X2也是一樣 上面是一綠一紅 下面是一綠一紅 所以沒有分辨能力 所以 這一種特性啊 就是兩個要一起看 你要等於開了上帝視角 你才有辦法看出這個差異 這個東西叫特徵相依性 這是 Tree Based Model最重要的限制 因為他的Variable是一個一個選的 他沒有辦法一次考慮 多個Variable 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某一個Variable 如果不夠重要的話 他是選不到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喔 但是 GLM 邏輯是回歸 他居然可以篩選出來 他居然是可以篩選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啊 這是Tree Based Model的缺點 沒有辦法解決特徵相依性的變相組 所以你如果現在手上有1000個Variable 就是你有很多 就像你1萬個Sample 有1000個Variable 你希望把1000個Variable變少 變成50項 你搞不好還會忽略有特徵相依性的Variable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現在你已經知道 他是有一些限制的 但是 如果你用隨機森林來做的話 他可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來嘗試一下 好我們Sample一樣嘛 但是我們改成用隨機森林好不好 好我們來嘗試一下 隨機森林的Formina變成YX1加X2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Model我們Predict的能力啊 這個是Predict出來的結果嗎 你如果只看Predict出來的結果的話 你就會發現他其實是有預測能力的對不對 他把50個Sample丟成了True 把50個丟成了False 我們來看Table Predict 然後跟那個Y 不過這個 不過因為這個 就是 他百分百預測是因為他把Noise全部也算進去了 就是 這個是Overfitting 不過如果你重新產生一個新的樣本 你用同樣的方法再產生一個新的樣本 然後再預測一次 好你會發現 他是有一些預測能力的 我這邊在展示什麼事情 就Tree Based的Model 雖然他沒有辦法解決特徵相依性的問題 單一個決策術沒辦法解決 那RandomForester為什麼可以解決咧 有沒有要回答 好啦快要下課了 我們不要為難大家了好不好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有隨機性啊 我本來這個Sample設計得非常好 就是你任何怎麼切 怎麼切 他左右都是均勻的 可是只要有一點點的隨機性 有時候你總是會抽到一個Sample 這樣一切左右不均勻的 那左右不均勻的狀況下 他第一個Variable就選下去了對不對 第一個Variable一選下去 下一個Variable馬上一定選得出來 因為他有特徵相依性嘛對不對 所以 隨機森林的好處是什麼 帶來的 隨機性帶來的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 所以小Sample不見得不好 小Sample高便利 高便利比較容易讓他突破特徵相依性的困難 小Sample真的不見得不好 好不好 小Sample很容易 可以把真正重要的東西給抓出來 因為他會給足了Noise Noise大到如果不夠重要的話 東西還不會找出來 好那 所以練習三我就不帶大家看了啦 好不好 我只是做一個簡單的範例 我們先用Random Forest 把一些比較重要的Variable篩選出來 篩選出來以後 接著你就可以把 你就可以拿來做這個 你就可以拿來做這個什麼 這個多層感知機啊什麼之類的 這個結果不見得比較好 這個只是秀給大家看而已 好那我想 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我們今天大家學會Tree Based Model 那我們之後還會再教大家一個Tree Based Model 叫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去最後一節課的時候做 我們會用Bagging以外的方法 叫Boosting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